转导障碍与疾病的关系 那么this function of cellular signal transduction in disease 细胞信号转导 大家应该是不陌生的 因为我想细胞生物生理甚至生化都提到这个名词 那么信号转导最早实际上是功课的一个名词 大概在74年就是1974年左右 人们把它呢用在这个生物学领域 但是一旦引入了这个概念 人们就发现了原来我们细胞就是生物的体内的生命活动 离不开信号的传递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我们人体是上百亿的细胞 那么这些细胞每一个细胞在体外 它都有就是说适当的培养条件 它都有生命都有功能 但是人体作为一个整体 要想有维持生命 必须是什么 必须是协调一致的 我就举例子 你把心肌细胞分出来 单个的心肌细胞在体外是能够收缩的 但人体最重要的色血功能是什么 是必须所有的心肌细胞一起收缩才能够完成色血 那怎么就能够一起收缩而不是自己收缩自己的呢 像我们高甲讲过了 自己收缩自己的就成了史颤 人就没命了 那么要一起收缩就必然有一个信息的传递的过程 那么我们现在呢 着重的是细胞内的信号的传递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发展非常迅速 而且应用呢 也是非常广的一个领域 而且在这个领域里 还有很多很多的未知的问题呢 有待于探索 大家将来不管你做临床的工作也还是好 或者是做基础的研究 那么实际上我相信大家的课题都离不开细胞信号的传递 所以呢 好 在正式开始今天内容以前 一样我们先看看一个患者 这是个小孩才15个月大 他就是因为体温升高了 来就诊 大家还没有学到发热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孩 出生以后三个月以后就出现反反复复的发热 最高的时候到了38度9 那么你们觉得 因为发热是个日常非常常见的情况 你们觉得这个孩子 所以先考虑发热 考虑什么 非常的好 认为呢 他是不是有细菌或者是病毒的感染 那么在查了也没发现明显的感染 而且应用过多种的抗生素 治疗并没有效果 那么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这个小孩 可能是什么情况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的 大夫呢给他做了体检 38度4的体温 呼吸呢21次 心率呢110快不快 快 但是大家注意是快一些 但是注意15月大的孩子 小孩的心率要大于我们常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灵活看这些东西 那么看起呢 小孩神志是没有问题的 是清醒的 生长发育呢 差的是指他低于同龄的孩子 你比如说15月 一般孩子可以走了 这个孩子才刚刚开始能爬 那么皮肤弹性差 黏膜干燥 吴老师原来给大家讲过课的时候 大家对这些表现是不是很熟悉了 哎 有什么可能呢 哎 心腹肺的这个物理检查都没有问题 好 那么下面是化验室检查 白细胞和中性分类都是正常的 那么再次告诉大家 这个人 至少这个小孩不像是急性的细菌性的感染 对不对 因为白细胞正常病毒是可以的 对吧 病毒感染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再看看尿液 尿液的话呢 PH6.0 比重1.004 这些数值大家可能不太熟 我说过了 比重是个很宽泛的范围 但一般人应该在1.01几到1.020左右 这个范围里 所以这个小孩呢 这个比重呢 是很低的 尿碱就是红细胞 白细胞加管型等等 蛋白都是阴性的 没有大的问题 好 血纳浓度多少 156 甲离子4.6 绿离子1.102 碳酸氢根23 肝肾功能就指了通常的血肌肝尿素 还有这个骨冰转 霉骨草转 霉总胆酮素等等这些指标 因为我想大家PBL这几轮下来 对这些指标呢 应该不陌生 所以这个里头大家看一看 哪些是异常的 好 我们这个大夫呢 是非常有责任心的 所以他对患者询问病情和检查呢 是很仔细的 那么他就在一边问家长 这个小孩的情况的时候 因为一岁半的孩子嘛 15个月还不到一岁半 对吧 一岁多的孩子 那么他自己不怎么能说 表示就是问家长 就发现这个孩子怎么老在那儿换尿布 那么就觉得他比一般的孩子呢 这个儿科大夫就觉得 比一般孩子好像尿的多了些 那么他就说呢 测一个 每天的尿量有多少 结果发现这个小孩 一天的尿量到了三千一 大家说说 我们正常人多少来着 我们成人一千一千五 或者最多不该超过两千 是吧 两千以上算多尿 那么这个小孩看来就是尿量很多了 那么他一天呢 就光喝水不算别的啊 像什么奶呀 什么这些都不算 就光喝水喝了两千八 那么显然也超过我们成人了 那么喝了很多的水以后呢 小孩体温还能降下来 但过一会儿尿量一多 一会儿又上去了 那这个是个什么情况 想一想 猜一猜 好 吴老师的问题也来了 你觉得这小孩最可能出出什么 发生什么病了 而这个病反复的发热 好像多喝水 多排尿 这个小孩血糖正常啊 不是多饮多尿 就是糖尿病 好 他到底是什么药 这是第一个 大家要猜一猜的 第二个呢 是说细胞信号转导障碍 跟这小孩的病有什么关系啊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 两个问题 好 细胞信号转导这个大家肯定学过了 那么我给大家概括一下子 那么首先呢 它是一个信号分子 或者我们叫信息分子 那么它呢 是通过作用在受体上 以及受体后一系列的信号传递系统 或者说转导分子 而最终影响我们细胞生物学功能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把它叫做cellular signal transduction 那么大家想一想 你们原来学过哪些细胞信号转导的通路啊 哎 有说G蛋白的 还有什么 哎 烙氨酸蛋白基 没的 哎 还不错啊 记得都好 那么这种分类方法很多 那么其实呢 不容易把它都说得很全 所以呢 那我是按这个受体所在的地方来给大家归了两简单的两类 第一个就是膜受体介导的跨膜信号转导 再有一个是核受体介导的细胞信号转导 好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transmember signal transduction 很简单 一看跨膜信号转导意思是什么 首先 包外的信息分子 它到了到达细胞以后 它是跟膜上的受体结合的 也就是这个受体一定是在细胞膜的表面的 那么 然后呢 通过膜受体的激活 在集以后的各种信息分子激活 最终把信息传到细胞里头 它可以把信息呢 传到包浆 也就是最后的效应分子在包浆 比如说已经合成好的蛋白质 它可以通过改变功能而影响细胞的这个活动 还有一个呢 它也可以进入到核内 去调节把基因的转落 所以所谓跨膜的信号 那么第一个呢 应该是受体呢 它应该在表面 膜的表面 所以也就决定了 大家想想哪类信息分子走这条通路 非常的好 所有的水溶性分子 它进不了细胞膜 所以还有个别的脂溶性 那最典型的就是前列腺素类的 那么那一类的也走这个 这个膜受体的这个途径 好 那么第二个呢 我就是nuclear receptor mediated signal transaction 核受体借导信号转导 那么它是指什么呢 信息分子和核受体结合 启动把基因的转落 所以这个第一个 从信息分子上看 什么叫跨膜信号转导 和核受体借导信号转导 在这个两个概念上有什么差别 要注意的呢 第一个前面的是水溶性的 信息分子和极少量的脂溶性的 而这个里头全部是脂溶性的 它才能够跨过细胞膜 所以绝大部分的脂溶性的信息分子 它要作用在核受体里头 那么通过核受体结合以后 还有一个就是功能效应不一样 跨膜信号转导 既可以调节那些已经合成好了的 把蛋白的功能 也可以去调节基因的转路 而所谓核受体借导的 它一定是作为转路因子 去调节我们把基因的转路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好 膜受体一定在膜上 核受体是不是一定在核内 这个大家都非常明确啊 核受体有两类 有在就直接就平常就自己无功能的状态 就在核里头的 这有像假装腺素类的都是这一类 还有呢就是很多都在包浆里头 在包浆里头呢 然后激活以后 它到核里头去作为转路因子 调节把基因的转路 所以不管它在包浆还是在核内 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活动的 我们都把它归在核受体的里头 我下面呢要花一点时间呢 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 那么主要的信号转导的过程 那么特别呢不是全面的 比如说离子通道 我今天就不涉及 主要是跟我们后面讲疾病有关系的 而且呢也是就是说 作为大家现在在本 就是说医学生阶段呢 那么能够就是说 应该大概了解和掌握的地方 好首先呢大家刚才已经说了 鸡蛋白介导信号转导通路 那么实际上呢 这是我们信号转导 这个通路里头最大类的一类 那么现在知道呢 就是鸡蛋白相关的这个受体 鸡蛋白偶连的受体 大概至少有300多种 实际上按这个基因库里查呢 大概要进千 所以的话呢 这是非常大的一类 好 那么鸡蛋白大家知道 什么样的蛋白质能叫鸡蛋白 最简单的 它就跟鸟飘零核甘酸 什么GTPGDP可逆性结合 来传导细胞信号的 这一类的蛋白质加度 全部归在这个里头 所以呢这是大家所熟悉 的这个这个鸡蛋白 那么鸡蛋白的话呢 按照研究的进展呢 它分为两大类 就是从结构分类上 有两大类 那么一个呢 就是说由α β和γ三具体 三个亚单位组成一起的 那么这也是大家最熟悉的 它主要介绍的是 跨膜的信号转导 那么像大家平常说的 GSGIGQ啊等等 这四个这个家族呢 那么都属于三具体的鸡蛋白 如果不特别指明通常我们所说 鸡蛋白应该是指这一大类 那么后来随着研究的进展呢 就发现还有一些分子量 大概在22到28个KD的一些小 就是说蛋白分子 它也是属于鸡蛋白 但它就是一个个 孤零零的单体 比如说吴老师为了形象呢 画了几个图 就是它在结构上 它就是一个单体 那么分子量比较小 但是呢 它也是跟信号转导有关 所以它呢 主要是跟介绍呢 细胞里面的信号转导 小分子鸡蛋白 大家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非常好啊 有同学马上反应过来了 RAS RAS是一个 既是癌基因的 也是一个经典的 这个小分子鸡蛋白 还有肉啊等等的一些 这个呢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下面就看一看 跟鸡蛋白相关的 信号转导通路 那么我们就主要介绍 两大个 第一个呢 是腺甘酸 黄化酶的信号转导通路 那么在细胞膜上 有各种各样的受体 凡是跟鸡蛋白 偶连的受体 它在结构上 一个特征 七次跨膜 也就是单一态点 一定是跨过七次 所以呢 吴老师画了四个 七个小棍 来代表七次跨膜的 这个螺旋 那么有呢 比较常见的 像我们大家知道的 β肾上腺素受体啊 α2的肾上腺素受体 以及m2胆点能受体 等等 这都属于 G蛋白偶连受体 而且呢 它总调控线肝酸 黄化酶 我们看看 当配体分子 比如说像 一柄肾上腺素一类 那么它到达细胞以后 跟受体结合以后 激活了β受体 那么β受体 就会激活它下游相连的 G蛋白像GS 那么GS 大家知道 次第性G蛋白 它的基本功能 就是调节下游的 腺肝酸黄化酶的活性 增加它的活性 这是一类 那么在细胞膜的表面上 另外一些受体 它接受它们自己的配体 比如说像这个 以西兰碱啊 一类的 它就会激活呢 就不管是 各种各样的受体 那么它下游所连的蛋白 G蛋白不一样 它连的是Gi 也就是抑制性的G蛋白 那么抑制性G蛋白 抑制腺肝酸黄化酶的活性 换一句话说 我们腺肝酸黄化酶 和这些受体 在我们体内细胞 非常广泛的分布 那么这个细胞 腺肝酸黄化酶的活性 高低 就取决于这两条通路 也就是G蛋白 GSDI 它们力量的调控的对比 那么腺肝酸黄化酶 大家都知道 它是干什么的 它会使我们的ATP 分解成CMP 所以它就决定了 细胞内CMP的水平的高低 CMP本身它有作用 它是个第二信式 另外CMP下游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基酶 大家记得吗 非常的好 PKA 蛋白基酶 那么蛋白基酶 一旦激活 它是蛋白基酶 它就是去磷酸化 它下游的靶蛋白 那么它会磷酸化 很多种的下游的靶蛋白 比如说在肝脏 它会磷酸化一些 跟糖原合成的 这个蛋白质 在心脏 它会磷酸化一些 跟钙 这个转运有关的蛋白质 所以影响到我们细胞的 合成代谢 影响到心肌的活动 等等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跨模信号转导 它会使已经合成好的 蛋白质的功能状态 发生改变 这是影响细胞 生物学功能的一个方面 另外PKA 也可以入核 去磷酸化一些转录因子 大家深化讲过 CREBCRE这些东西吗 名字不是重要的 吴老师将来也不去考 因为毕竟太细了 但是大家如果有这个印象 就有没有也没关系 就知道这些 蛋白基酶可以如何去调控一些转录因子 来调控新的蛋白质的合成 因为基因转录以后 有新蛋白质合成 所以这是它呢 就是影响细胞功能的 这个几个方面 那么这一条 刚才我们讲的这条通路 那么跟许多的信号 就是细胞的功能状态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还有一个 跟基蛋白偶连信号转导通路 关系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磷酯梅西的信号转导通路 我也用个图呢 画一个图来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这时候呢 细胞膜的上的受体是很多很多的 那么这儿呢 我们主要是以α1的肾上线素受体 和血管紧张素2受体为代表 当它们的配体到达细胞膜表面 激活受体以后 那这个受体后面连的 鸡蛋白性质不一样 它叫GQ 那么GQ这个家族呢 它的作用呢 不再去调控线干酸黄化酶 而是去调控 叫做磷酯酶Cβ亚型的话 那么磷酯酶大家一听 磷酯酶干什么 肯定是分解膜的磷酯成分的 它会使我们膜上的磷酯成分分解 记得住PIP2都记不住 都没有关系 但底下这两个 我相信大家都能记得住 很熟 IP3和DAG 或者也可以缩写成DG 就是二线干油 干油二质都是它 IP3大家知道 它会作用在我们细胞里面的 内置网上的这个IP3受体 引起细胞内的钙释放 对吧 细胞内钙释放以后呢 它本身钙就可以调节很多蛋白质 因为钙还有钙依赖的蛋白基酶 去调节把蛋白的磷酸化 也可以如何去调控把基因的转路 在这儿呢 我没写 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二线干油 或者干油二质 它下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基酶 就是蛋白基酶锡了 那么蛋白基酶锡一样 可以调节已经生成好的很多蛋白的磷酸化 改变它的功能状态 另外蛋白基酶锡一样 如何去调节把基因的转路 所以在基蛋白所借导的信号转导通路里 那么这条通路既跟细胞的功能代谢有关 也跟细胞的生长分化发育等等都有关系 所以也是很受重视的两条通路 实际上 吴老师刚才给大家讲信号转导通路 是讲的比较简单的 就像我们做地下工作 一单线联系 上游激活下游 下游再激活再下游 是这么的 实际上呢 真正在我们的细胞里头 它是信号传递 是一个网络的条件 也就是除了我刚才讲的那种 所谓单线联系以后 还有很多很多的交互条件 这张图就是给大家看一眼 你就知道 这是很复杂的一个情况 就行了 那么还有刚才有同学记得很不错 记得烙氨酸蛋白基酶 借导的细胞信号转导 那么在烙氨酸蛋白基酶 借导信号转导里头 是不是还有两种啊 一个是受体烙氨酸的 一个是非受体的 简单的说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膜上的受体 本身带有可被磷酸化的烙氨酸残疾 所以它的自身就可以发生 烙氨酸的磷酸化 这是一个特点 所以这个呢 什么单次胯膜什么 这些大家记不记都不是重要的 我觉得是第一个 能够叫做受体烙氨酸蛋白基酶 一定是在它的结构里头 它有可被磷酸化的味点 也就是说这个受体自身 会烙氨酸磷酸化 第二个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生长因子 这个它的配体是以生长因子为代表的 像我们大家知道的表皮生长因子 因为这个将来 大家一旦学到肿瘤 那个关系非常密切 还有这个学校版源生长因子 等等各种各样的生长因子 基本上走的是受体烙氨酸蛋白基酶 这条通路 好我也用个图来给大家过一下 这一部分因为大家原来学过 我会讲的快一些啊 好受体烙氨酸蛋白基酶呢 它的往往它在膜上 有的是单体 然后呢被这个生长因子激活以后 发生二句话 这个大家都学过 也有像胰岛素类呢 就是本身就是二具体无活性 它就存在在膜上 这个都不是重要的 好 它一旦被配体激活以后 自身会发生烙氨酸磷酸化 就会激活它下游 一系列的各种名字 很难记的分子 所以大家记不记都没有关系 好 那么在这里头 大家就看到一个小分子鸡蛋霾出现了 Russ在这 那么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中介的物质 再有一个呢 会激活一系列的这些 大家记不记名字 没关系 但是呢 如果能够记的话 就记这个撕裂元活化蛋白基酶 我们通常简称为MAPK 对吧 Metogen Activity Protein Kinase 那么它里面还有好多亚型 我们就不管它了 MAPK一样 可以去调控 已经生成好的蛋白质的功能状态 更重要的是去调节靶金的转路 所以这一条通路 为什么最受重视 非常受重视呢 是因为肿瘤的发生 还有很多增生性 过度增生性疾病发生 跟这个信号转导 特别有关系 所以这条通路呢 是研究的非常的多的 而且呢 也是很活跃的 这么一个信号传导通路 好 还有一些蛋白质 也属于烙氨酸鸡酶 但是呢 它的受体就是在膜上 那个受体自身 不能被烙氨酸磷酸化 是它的下游发生烙氨酸磷酸化 所以这一类 我们就把它叫做 非受体烙氨酸蛋白质迷通路 好 一样 大家说 吴老师 你这一张 一张患能我记不住 那一样 最简单 最重要的记 第一个是什么 首先大家注意 归在这个里头 就说明受体本身 没有内源性的 烙氨酸蛋白质鸡酶 也就是这个烙氨酸磷酸化 不是发生在受体本身 这是它定归类 最重要的特征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是 Cytokin 细胞因子的 主要走的是这条通路 就可以了 生长因子 走受体烙氨酸蛋白质鸡酶 细胞因子 走 非受体烙氨酸蛋白质鸡酶 这个就简单了 好吧 那后面至于下游 什么 Jack Stat 这个大家 我想不用记了 那么一会儿呢 我会给大家举一个生长激素 从这走的这个例子来做代表 好 那我们看看生长激素 大家知道啊 这是我们脑垂体分泌 最重要的一个激素 它是怎么样呢 那配体一样 这个进入到 道达细胞表面以后 那么跟受体所结合 跟受体结合以后呢 它只要是受体本身 不带有烙氨酸的这个残疾 不能被磷酸化 使它的下游 比如说Jack分子 这个呢 它可以发生烙氨酸的磷酸化 它一磷酸化 又去刺激它再下游的一个叫做Stat 那这事都是缩写了 那么一个分子呢 让它二具化 磷酸化加二具化 如何去调控把基因的转路 所以大家知道生长激素 跟我们人体细胞的分化 生长代谢等等 关系非常的密切 所以这呢 就给大家展单了 展示一下这个通路 并不 这个就说大家一定非得要把它背下来 好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 很简单的过了一下子 主要的跨模信号转导的通路 一样跟大家说呢 就是说 吴老师讲的时候 是大家现在这个阶段 那么了解一个主要的过程就可以 真正随着大家学的知识 和将来你们研究的内容的深入 那么再去扩展这方面的内容 那么这也是告诉大家 除了我刚才说的 鸡蛋白信号通路之间有一个网络条件以外 实际上不同的鸡蛋白界导的信号转导 受体烙氨酸蛋白基明和非受体烙氨酸蛋白基明等等之间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复杂的网络调控 所以呢 这里头还有很多很多的未知的问题呢 需要大家将来去探索 那好 我们最后说了跨模信号转导转导通路 我说吴老师给我们复习完了 我们简单的再过一过核受体介绍 那么核受体信号呢 从传统的分类来讲 分两类 一个是类固醇 那么我们像那个考比松啊 这一类的 这个皮主类固醇这一类 还有呢就是甲状腺素受体这一类的 那么为什么这么分呢 主要是两类 主要是类固醇的呢 它属于没活性的受体在包浆里头的 激活以后往核内跑 而甲状腺素类的呢 它是属于没有活性的受体就在核内 所以这么分 实际上后来随着大家研究的深入 大家听过代谢性核受体吧 我们肯定有同学在管老师啊 或者汪南平老师的实验室 他们做核受体做的很不错的 所以还有一些代谢性的核受体啊等等的 好我就以氢化考地松为例 也就是我们这个皮脂醇类 来看一下它的信号传递 那么这一类的分子 因为是脂溶性的 可以直接到达细胞 跨过细胞膜进入到包浆里头 他们的受体呢是在包浆里头存在的 而在没有活性的受体的时候 大家看到R呢代表receptor 它旁边还带了一个 HSP是热修克蛋白 它会带一个热修克蛋白 这个热修克蛋白起什么作用 跟它结合起着抑制它激活的作用 而一旦它的配体到达细胞 跟受体结合激活受体 它就脱掉了那个抑制物 就把那个热修克蛋白甩到一边 你别再管着我了 我自由了 那么它就会发生二句话 进入到细胞里头去调节把基因的转路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比较简略的 大家容易听了以后呢 就大概能够有印象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 既然吴老师刚才比较快的给大家过了过 你们原来学过的信号传递的内容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讲 我们今天主要要学习的 细胞信号转导障碍和疾病 到底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因为你看 细胞信号传递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它包括了信号分子 包括了受体 包括了受体后的激蛋白也好 刚才我们说的什么 加克斯塔特 很多很多的信号分子 还有最后的把基因 还有已经合成好的把蛋白等等的 所以信号传导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这么一个系统 任何环节出问题 不管是配体的分子 或者是受体 或者是鸡蛋白 或者是细胞里的什么RAS 或者是把基因等等出问题 都会引导 引起这个信号传递通路的改变 不管是活性增加也好 或者活性过渡也好 那么都跟细胞的功能障碍有关 那么也最终跟我们的疾病发生有关 所以为了清楚起见 我大概给它分成两个层次 首先我会举几个例子 告诉大家 受体这个环节出了问题 和跟有一些疾病发生有关 那么然后呢 我们再以呢 鸡蛋白尾例子再讲几个例子 好 我们先来看看受体 那么大家知道 受体是接受信息分子的刺激 而引起信号传递的 应该说是首道环节 所以呢 凡是因为受体发生了改变 甭管这受体太多了 太少了 或者这个结构上有异常 比如多了一段或者少了一段 这个大家升华都学了 那么总之呢 或者它的调控能力差了 总之使这个受体呢 不能发生优应有的反应 那么导致细胞信号传递的障碍 那么从原因上呢 有的是遗传性的 就是这个上背或者再上背 它们传来的遗传信息有问题 而导致它的子弹出了问题 这是属于遗传性受体病 还有呢 就是我们自身免疫这个大家都学了 那么自身免疫呢 这个自身抗体正好攻击的是受体蛋白 所以呢就造成了自身免疫的受体病 那么还有其实更多件的应该是激发性的受体异常 那么我们呢大概呢 稍微举几个例子让大家了解一下 好 我先举个例子 叫做家族性肾性尿崩症 尿崩症大家都熟 对不对 那什么叫做家族性肾性尿崩症 实际上在尿崩症是个大类 那么在尿崩症里头还有一些细的东西是什么呢 首先大家知道尿崩症会分成两类 中枢性尿崩症和肾性尿崩症 所谓中枢性尿崩症 就是指我们的垂体有问题了 合成和分泌抗烈尿激素减少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占了临床发病的90%以上 就是所有的尿崩症里他占90% 说主要是因为ADH分泌 但是呢确实有这个10%左右的人 他的ADH分泌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问题出在哪 是远端圣单位就包括了远区小管和集合管上那些 他对ADH是不反应了 本来那ADH来了应该是让他增加尿的那个重吸收 起到尿液浓缩的作用 结果这些细胞根本就不理ADH 所以导致了ADH的功能下降 所以这种是因为肾脏的改变引起的我们叫肾性尿崩症 而我们今天讲的所谓家族性肾性尿崩 大家知道了就肯定是遗传性的问题 是因为他的这个基因有改变 所以导致了遗传性的编码ADH受体的基因出现问题 当然也有个别人是因为受体后的信号转导障碍而引起的多尿的表现 所以呢他是因为受体 就肾脏上面的ADH受体出问题 而且还是因为呢 是因为他的父母的基因有问题遗传给子带的 那大家会看到 吴老师在这特别写的是什么 ADH受体写了个V2型受体 什么意思呢 一般通常大家都知道我们定名应该是ADH第一个字母是 哎呀为什么不叫A型受体 是这样 大家知道ADH有个另外一个名字吧 哎加压数升压数或者血管加压数都可以 Visoprase 那为什么他叫加压数 实际上他的就是说这一个蛋白分子 他泰类分子他有两种功能 一个是调节血压 一个是调节肾脏的尿浓缩 关键看他作用在哪个部位的受体 他如果V1型受体是分布在血管平滑机上 他就起到一个调节血压的作用 而V2型受体就在我们的远端肾单位 他就起一个尿液浓缩的作用 所以家族性肾性尿崩症的患者 他V1型受体没问题 他出问题处在V2型 所以表现的是尿浓缩功能的障碍 好 ADH正常是怎么信号传导的 实际上在讲水电解脂代谢 我讲过了 ADH它是这个垂体后液释放出来的 它受感受渗透压的刺激 对吧 那么这些讲过了 可是这儿呢 我们看看 当ADH到达远端肾单位的细胞的时候 它这个包内信号传递过程 是什么样的 可能大家原来生理学过没有 没讲哈 好 那我们就再看一下 那么随着血流 这是内分泌激素 所以随着血流 垂体后液分泌的ADH 到达肾的远端肾单位 然后作用在肾小管上皮的细胞膜上 它的受体 这边是管腔侧 这边是血管侧 作用在这个受体以后呢 这是一个基带白偶连受体 大家看到下游连的是一个次第性基带白 那么这个基蛋白激活以后 就会增加腺肝酸黄化酶的活性 使ATP变成CMP增多 而进而激活下游的PKA 大家学过水通道吧 在肾脏里水通道蛋白二 平常没有功能的是在包脂里待着的 也就在包浆里待着 一旦PKA激活 它就会磷酸化很多的VCV管 把那个水通道蛋白给它搬到 管腔侧的膜上去 那么这么多的水通道蛋白到了那以后 就等于很多很多的管腔里的原尿的水分 就会顺着水通道进入到细胞 最后进入到血流里头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尿液能够被高度浓缩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那么这个呢 有图也有这个文字呢 给大家进行解释 这个呢是所谓ADH的细胞内的信号传递通路 那么我们来看看 家族性肾性尿邦症出什么问题了 那么这些问题呢是由于 基因突变而引起编码V2型受体的 这个出来的这个受体呢异常 所以它合成好的ADH的量 或者是少的 或者是这种ADH不能够跟ADH 受体不能跟ADH结合 导致它的功能降低 那么这个基因在哪呢 大家看到这个编码的基因呢 是在X染色体上 那大家一看你们学过遗传学 一旦在X染色体上 这一定是个什么样的遗传 非常的好啊 哎我觉得大家原来基础知识学的还是挺不错的 哎这一定是个半性的遗传 所以呢另外大家看到了隐性遗传 显性遗传大家都学过 对不对 所谓隐性遗传和显性遗传 差别是什么 DNA两条链吧 两个等位基因 所谓隐性遗传 就是两个等位基因 一个变了 一个突变了 一个是好的 那么它不影响子带的话 不影响子带的话 子带没有疾病表情 这叫什么遗传 隐性的 对 一个变 一个不变 两个等位基因 一个好的 一个不好的 这个孩子呢 没有病变 他可以带这个病变基因 但没有疾病表情 这叫隐性 如果说是两个等位基因 你只要有一个变 这个孩子就有疾病的表情出来 这就叫做显性的 是吧 那大家就看到了 那你想想 在X上染色体上 那这样的发病率 肯定是男的多见 女的多见 男的 因为男的呢 是一个X一个Y 所以只要X有一个单基因变了 他就表现出来疾病 而女士呢 两个X染色体 那么一个有病变 一个是好的 他带病变基因 可以给他的后代 但是他自己本身没有疾病表情 所以呢 明显的临床发病 以男性 而且这个很早就发 小孩一般一岁以内 都会表现出来 就是男孩多见 但是大家注意 大家看这个表情啊 疾病的表情 多酿 渴 渴得很厉害 所以吴老师用反渴 就是很烦躁 老觉得渴的 来形容这个程度 还有他就得多喝水 那么听起来 跟我们普通大人 尿风症 没什么差别吧 这个表现 但大家要注意一点 这个孩子 一岁多的孩子 他会说嘛 他不能像我们大人说的 哎呀大夫 我觉得渴 我得老喝水 而且我就 一天尿的特别多 他会告诉你 这孩子的唯一武器是什么 是哭 哎 他是渴了哭 饿了哭 冷了哭 热了哭 反正是他不舒服 他就会哭 所以如果说 我们的大夫 或者是家长 很细心的话 才能够观察到 否则你想 这孩子哭了 哎 饿了 给点奶喝 他奶里有水 喝完奶 他不吭气了 是不是 这孩子饿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样的话 长期的高度的脱水 会导致孩子的 神经系统的发育异常 那么对孩子 将来就影响很大 如果说早期诊断出来 及时给他补充水配 调节了水电解质的平衡 孩子长大了 他的基因突变 没办法了 还是有尿崩症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 会缓解一些 对他的生命 生活质量影响呢 不会像 就是没有发现那么大 所以刚才有一个大夫 还是很值得表扬的 但是大家注意 肾性尿崩症 跟中枢性尿崩症 一个最好 简单的 这个鉴别的手段是什么 非常的聪明 大家 ADH水平 中枢性的是因为分泌减少 你一测 他肯定是低的 而肾性尿崩症 他分泌没有异常 甚至因为肾脏不理 那个ADH 还可以带赏性的 有所增高吧 所以他一定是正常 或者比较高的 好 我们回到刚才那小孩 15岁的孩子 我们现在看了 反复的体温高 抗生素 15个月 15个月的孩子 多种抗生素没有用 那么体温呢 就是说皮肤 弹性差 粘膜干燥 好 化验指标出来了 第一个 咱别把原来吴老师 讲的东西忘了 这人有没有 这孩子有没有 水电解纸的 纹乱 是什么 非常的好 高渗性脱水 或者我们叫 因为他前面有皮肤 粘膜干燥等等的 是吧 那个 加上高血纳 所以大家都说了 高渗性脱水 或者叫做 低容量性高纳血症 哎 吴老师特高兴 大家都学好了 没白讲 好 还有什么问题 那他到底 为什么会出现呢 他干嘛 尿那么多 好 那这个大夫呢 所以我说 特别值得表扬 就是他比较仔细 然后通过询问小孩的 这个病史以后呢 那么因为他 也担心他 颅内有问题 是吧 要中枢性的 也有问题的话呢 那么就做了一个 还有呢 有的人是肾脏 有问题 是吧 所以做了一个 头颅的CT和腹部 B超 就是我们经常 大家做PBR 说要做什么检查呀 光猜不行 对吧 要确诊 做了个检查秒 那么通过询问病史 就发现 哎呦 这个小孩的舅舅 又是个男性啊 出生一个月发现多年了 一个月就开始出现 然后当地医院呢 就诊断为了尿崩症 但是呢 当时没有做 新一步的检查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 小孩是中枢的 还是外周的 我们再看看 一个简单的 检测的手段 是什么 ADH 底下有正常值 正常不正常 那么也告诉大家 这不是个中枢性的 是个肾性的 而且呢 考虑到是不是 因为有这么一个舅舅 是不是考虑 是家族性的遗传的 是不是 那么大家将来 很多同学都会说了 你到临床去当大夫 做研究 做什么 你看到这样的病人 做外周血 做个DNA 这个生华 你们都学过 对不对 把你们那个方法 真正用起来 把外周血 做个DNA检测 最后做出来什么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就最后 通过DNA的检测 就在这个 当然这个检测很复杂 大家可以将来 再慢慢学 但是你知道这些 你们所学的东西 干什么用 换而到ADN的基因 那么在第二外贤子区 这个内贤子 内含子外贤子 你们学过 外贤子区呢 1236位的 碱基呢 本来是呢 这个T 被C给取代了 所以呢 他这个 大家都知道 三位密码 然后这一替代 麻烦了 编出来的蛋白 就不一样了 原来是应该是 量氨酸 结果被普氨酸所取代 这个是平常的缩写 就是L是 量氨酸 这个普氨酸是这样 就是这么取代 它是这个 写法 哪一个位置 好 结果就造成什么 这样的突变的受体 它不能够 在内置网合成以后 到高尔基体 然后再到膜上去 结果它不能去了 它就停留在细胞里头 最后被降解掉了 所以呢 导致膜上的ADH 受体明显减少 不能跟ADH结合 从而出现了ADH 生物学功能不足的情况 病人就表现出来了 多尿反咳 还有呢 低肾尿 就是因为尿量太多 没有浓缩 所以肾头压很低 那么除了这个孩子以外 还做了他妈妈的检测 结果发现 妈妈呢 在这个位点 有杂核突变 也就是一个基因有问题 一个基因没问题 那当然如果有条件 实际上这个舅舅 也可以查一个 对不对 好 就吴老师就用这个例子呢 第一个是大家要知道 哎 这个小孩的病 到底怎么样 跟我们的信号传递障碍 有关系的 它是因为受体的问题 而出现的 好 在这我们还要引申出来 一个概念 叫做激素抵抗综合症 Hermon Resistant Syndrome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这个人的某一个内分泌激素 它的合成和分泌都是好的 跟正常人没有差别 但是因为把细胞有问题 不管是受体 或者是其他分子 主要是把细胞 对这个激素的反应性减弱 甚至严重到丧失 而引起的疾病 这就叫做 Hermon Resistant Syndrome 大家想想 刚才那个 肾性尿崩症 是不是就是一个 ADH抵抗综合症啊 看见吗 所以大家其实 我们临床上真正叫 激素抵抗综合症 这么叫不太多 大家都把它分解到具体的意思 胰岛素抵抗 这大家听的太多了吧 对不对 对不对 假装腺素抵抗的都有 所以这个就是在这儿 我们还引出来这么一个概念 好 我们讲了一个遗传性的 我们再举个 这个自身免疫的 自身免疫性疾病 我们人体有各种各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大家上次我一讲第一场课 大家就告诉什么 红斑狼窗啊 什么的 说明大家免疫课呢 学的还都挺不错 在这个 从发病率来讲 甲状腺的免疫性系统疾病 是最高发的 那么在这儿呢 我说吴老师干嘛 把这张患灯打那么多字 是先告诉大家 就是说 在自身免疫病 是非常复杂的 有各种各样的自身抗体 并不都跟我们今天讲的 细胞信号转导障碍有关 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 有好多好多的 比如说抗甲状腺球蛋白的抗体啊 抗甲状腺里头一种 过氧化物酶的抗体啊 等等 这都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里头 但跟我们今天讲的 信号转导障碍没关 我们今天讲 就讲后面这一个 就是当体内出现了 抗促甲状腺激素 受体抗体 而引起的甲状腺功能紊乱 这个才是我们要讲的 细胞信号传递障碍 引起的甲状腺的功能紊乱 好 大家还记得 这个醋甲状腺激素 是哪分泌的来着吗 哎 非常的好啊 因为激素 大家知道是 其实这个激素的功能复杂 激素的分泌的调控 也是一环套一环的 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我们捋一捋啊 实际上呢 我们的下丘脑 应该释放出来的是 甲状腺释放激素 对不对 然后它作用在 线锤体上 线锤体细胞 合成 TSH就是我们的 醋甲状腺激素 这个TSH去作用 在我们的甲状腺的 上皮细胞 让我们的甲状腺细胞 多合成T3T4 这才是我们 说的甲状腺素 而甲状腺素 采取作用于我们全身的把细胞来影响细胞的功能和代谢 好 这是一个 所以我们大家看 我们说的如果是产生了抗TSH受体的抗体 这个问题出在哪 出在哪个环节 对 非常的好 出在甲状腺这个层次上 是吧 是因为甲状腺上皮细胞上的这个TSH受体出问题了 好 甲状腺上皮细胞上的这个TSH受体 本来应该怎么接受信号的呢 当TSH随着血流到达甲状腺的时候 它就会刺激它的TSH受体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TSH受体不光是接一个鸡蛋白 我们说信号传导分子 它要接两个 它可以接GS 激活腺肝酸黄化酶 缩写是AC 通过CMP通过蛋白基酶 影响甲状腺素的分泌 这是增加分泌 而且增加细胞的增值 它也可以通过激活GQ 增加磷脂酶细的活性 分解膜磷脂 生成IP3和二线甘油 最终影响到甲状腺的功能 当主要这条通路 主要以细胞的增值为主 那么这是我们正常TSH的 包内的信号转导过程 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呢 当自身免疫功能障碍 它不能够认识我们的自身的组织 把自身的组织当外来组织 跟攻击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一个自身抗体 就是抗我们自身组织抗体出来了 大家注意这个疾病复杂程度到什么程度呢 它不是产生一种抗体 就不同人体内可以有不同的抗体 有的人是所谓刺激性抗体 可有人产生的就是阻断性 或者说是抑制性抗体 因此自身免疫性甲状性病的表现 也是多种多样的 如果说它体内产生的是一个刺激性的抗体 会出来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么这有一个病名字 叫做弥漫性甲状腺肿 这个叫做Grivers病 这个在外科呢 一般叫Grivers病叫的很多 就是用它的英文原名 实际上就是说 很早的人就发现有一种原因不明的甲状腺病 你看1835年到现在将近快 接近180年了吧 好是个爱尔兰医生 他呢因为叫做Robert Grivers 所以以它的名字来命令这个疾病 他最先描述的就是发现 这样的病人很突出的就是甲状腺 这个脖子这很肿 还有呢这个甲状腺功能呢 非常的抗劲 所以呢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实际上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这样的人 他体内产生的自身抗体 他可以呢跟这个甲状腺细胞上的 这个受体TSH受体结合以后 他起一个激活抗体的作用 等于他模拟了TSH的作用 所以加强了TSH的作用 所以让这个组织呢不断的增大 不断的生成甲状腺素 分泌入血 那么自身免疫病大家都知道 明显的自身免疫病一定是 基本上都是女性 多于男性的 大概能高个好几倍 而且呢像中年女性 就是自身免疫性的呢 青年女性的甲状腺呢 不一定是这个问题啊 中年女性呢会更高发一些 就是是这个问题 因为他大量的这个 自身抗体模拟了TSH的作用 所以这样的人 他的甲状腺素分泌很多 甲状腺的这个腺体的增长 所以甲状腺的脖子很粗 那么甲状腺的概念 大家应该有了 有代谢率 基础代谢率就特别高啊 所以很出 这个这个出汗很多 这个这样的人 一般脾气都比较大容易 那么还有激素的震颤等等 90%啊有突然 所以吴老师找了一个 说大家都说突然突然 你怎么样 找一个图在这儿 大家看那眼睛跟那个筋远 但是有一点啊 大家知道 你要照着这个样子 到临床上去找 你说这人甲犷 甲犷吗 我看他眼睛不突啊 大家知道 这个图上的东西 一定是非常非常典型 非常非常明显的 临床上的病人很多 不一定有这么明显 这是让大家看看 哦 这就叫做突然 好 那如果说这个人 他体内产生的 不是刺激性抗体 而是阻断性 或者抑制性的抗体 怎么样 那这个自身抗体 跟他的这个TSH受体 一结合 他就起了一个 抑制受体激活的作用 所以就减弱了 TSH的生物学功能 一减弱 那怎么就抑制了 这个甲状腺素的分泌 但是这个组织呢 还可以带上性的增大 所以一般脖子也是粗的 那么出来的就是 假装腺功能减退的功能 比如说代谢率很低啊 等等的 皮肤会有改变 另外呢 有一个变化呢 就是叫做粘液性水肿 这也是找了一个老人的图像扫 但是大家看呢 其实不是特别明显 看他那个眼泡周围啊 脸上啊 不是特别的明显 好